他的学问仅三百年来无人可及 他的精神被后学视为百事楷模 先生 陈寅雀 陈寅雀 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 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 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库 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 为此 清华国学研究院特聘四位导师 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 第二位是戊虚变法的核心人物 著述等身的梁启超 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归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润 三位导师性格各异 但都大名鼎鼎 第四位导师名叫陈寅雀 是一个年龄才三十多岁 既无学历又无著作之人 而更加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陈寅雀不仅得到了当时的研究院主任 吴密的极力推荐 还称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同为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 也很尊重他 还虚心地向人介绍说 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没有学历 更无著作 却得到名人学者的利剑 陈寅雀究竟有哪些不同一般的才能呢 陈寅雀少年时期留学日本 因患脚病 被迫回国 在父亲的权力支持下 陈寅雀从德国柏林大学 瑞士苏黎世大学 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 到美国哈佛大学 游学了十多年 他不仅掌握了泛文 印第文 希伯来文等八种语言 也学习了物理 数学 还是最早在德国读原版资本论的 第一位中国人 在多种文化的熏陶下 陈寅雀从一个懵懂的青年 找到了自己学习的方向 那就是当时比较冷门的 佛学 史学和比较语言文学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他读书 不修学分 也不考文凭 对此 陈寅雀的解释是 考博士不难 但两三年内 被一个具体专题所束缚 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不求文凭的陈寅雀 完全是一种人文求学的方式与心态 其实他也是一个游学的过程 他不是专门的为哪个博士文凭 他去考试 他去学 花一两年时间 或者两三年时间 他去学习 他专注的是学文 他感兴趣的课 他就去听 所以他这样子慢慢地形成 他有什么 别课全书的 那个 知识结构 陈寅雀接到清华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 刚刚年满三十五岁 而就是这位年轻的学者 后来竟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现代最富盛名 即历史学家 古典文学研究家 语言学家 和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得一见的人物 他正式成为清华的全职教员 就是清华国学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呢 就聘请他做导师教授 四大导师嘛 这里是清华大学国学院 是陈寅雀开启教书育人道路的地方 1925年 结束了西洋留学生活回国的陈寅雀 也把他对比较文学 宗教学等课题的思考 带回了中国 20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暑期周刊上 曾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 清华国学院的尚克林响后 一位里面穿着皮袍 外面照一蓝布 头戴一顶遮耳皮帽 足下蹬着棉鞋 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 相貌稀奇古怪的 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 准时出现在课堂上 文中描述的这位国货老先生 就是陈寅雀 而在陈寅雀的一生中 交书匠也一直是他最珍惜的一个身份 他去课堂讲课时 佛经禅宗的书一定是用黄包袱皮包着 其他课程的书则用蓝包袱皮 陈寅雀对交书这件事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 他还曾对自己立下了严苛的教学信条 前人讲过的 我不讲 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 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 也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雀是个典型的说到做到的人 这使他一辈子受累 也使他永远站在学术的巅峰 因为他讲课他不仅是博学 他眼睛都是炯炯有神 他风神都是非常能够感动学生 有一个应该是他的学生辈的 周梁先生 他是验金的 说他们也抛去清华来听陈寅雀的课 说那个真是过瘾 讲课方法不一定很高明 讲过内容绝对有干货有正货 所以呢 没有根底的人听在云里屋里 喜欢的人远道而至 莫非来 所以成为清华的一个风景线 当年陈寅雀在这里教授的 是历史和佛教研究等课程 陈寅雀每次上课时 教室里都挤满了学生 听课的人中 也时常会有无密 朱自清这样的文学大家 清华园内 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 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 都会向陈寅雀请教 而且一定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因此陈寅雀也得到了 活字典 教授的教授的成语 在陈寅雀晚年 历经颠沛流离 世事沧桑 眼睛失明的他 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 校长梅依奇 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 陈寅雀则回答 我是教书匠 不教书 怎么能叫教书匠呢 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 脸上虽是笑着 但让他们感受到的 却是陈寅雀的严肃和坚决 那么陈寅雀 为什么会如此看重 教书匠这一身份呢 这与他不同寻常的人生 到底有哪些联系呢 时光回溯到1890年 这一年用中国传统的甘枝纪年法来表示 是耕银年 七月 在湖南群府的后院里 一个男孩降生了 因为生在银年 于是祖母黄夫人为他取名银雀 对于陈先生的名讳 有人读银雀 有人读银客 但因为先生的亲友都读作陈寅雀 因此我们在本片中也约定俗成的读作陈寅雀 其实陈先生名字读银的意义由来已久 当年先生还健在时 就曾因为字典中没有雀的读音 清华有人特意询问陈先生名字的读音 他却笑着说 读什么并不重要 陈寅雀的祖父陈宝珍是当时的湖南巡抚 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 家学渊源的陈寅雀从幼年时就受到祖父和父亲开明而又严格的文化训练 从他的曾祖父开始到他的祖父父亲 就让一个家庭在学问上非常重视教育 非常重视学问的独立精神 他家学本来就是这个传统 对陈寅雀的影响在哪里 就是手学室 在教育成员课的时候 是他形成了一种很开阔的视野 他像海绵吸水一样 尽情地吸收中外的科学文化知识 不像爆餐手掘的那些老股东 那些手掘派一样 也是照着他放眼看世界的那么一个眼光 当时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 而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 兴学 半报 建工厂 这些正得益于陈寅雀的祖父陈宝珍 年幼时期的陈寅雀 很受祖父陈宝珍的喜爱 常常亲自教他读书 习文 正当陈寅雀沉浸在幸福的童年生活时 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 1898年6月11日 以康有为 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 推动务虚变法 但变法却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 1898年9月21日 历时103天的变法以失败告终 陈寅雀的祖父陈宝珍和父亲陈三立 因为在湖南率先响应戊虚变法 而被朝廷革职 永不续用 事件平息后 陈宝珍更是离奇死亡 祖父陈宝珍被秘密刺死这一年 陈寅雀十岁 面对家中发生的如此变故 陈寅雀的父亲陈三立 已无心从政 而专注于诗歌创作 从此 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 走向了与传统世幻截然不同的道路 而这样的变局 也在年幼的陈寅雀心中 落下了深刻的印记 促使他走上了一生著书立说 不问政治的教书育人之路 当同辈的孩子都在应科考求功名时 十二岁的陈寅雀和哥哥 被父亲送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 第一次走出国门的陈寅雀感到前途迷茫 他不知道 未来他在日本的求学 究竟会将他引向一条怎样的道路 在日本留学期间 陈寅雀研究日本历史与文化时 有了非常重要的发现 当时的日本很多制度模仿唐制 如养老令中 关于公卫军防的各项条例内容详细 他在探讨隋唐时代的辅兵制时 却发现隋以前的资料比较少 不容易弄清楚 而将两者相互参照 恰好可以弥补 我国隋朝以前资料缺乏的遗憾 这也为他日后援引日文资料 进行隋唐史的研究 打下了基础 但是陈寅雀的日本留学生活 仅持续了三年 就因为患上严重的足病 不得不以回国休养告终 陈寅雀的足病康复后 母亲于明师 不忍心让儿子再次东渡 就让陈寅雀进入上海复旦工学读书 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 相当于现在的高中 复旦工学就是现在复旦大学的前身 而陈寅雀在复旦工学取得的文凭 也成为他一生中唯一的学历证 1909年 一个秋雨萌萌的清晨 上海港的一艘游轮 起航远行 一位老人久久住立在岸边 眺望着远去的轮船 这个人就是陈寅雀的父亲 陈三丽 他始终认为 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 更有利于他们成长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1年 是陈寅雀筹措到学费后 第二次来到柏林大学留学时拍摄的 当时陈寅雀入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 授业于路德诗 缪勒 海卫大师 路德诗教授是著名的印度学家 尤其致力于图鲁藩佛教译书的考试与整理 其他几位也都是德国一流的东方学家 宗教学的研究 是陈寅雀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佛学研究 则是他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章节 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 在中国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 并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 许多物译和误解的问题 回国以后 写些早期写的文章 就不少去纠正中文译本里面的那些错误 但是他也不止找到这一步 就是交对出译本的错误 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从这些译本里面 他发现印度佛教的思想 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佛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 为什么他对中国所吸收成为我们的主流文化的一种 就是如道佛山足鼎立的主流文化 他想研究这个传播流传的过程 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的文化潮水般的涌行中国 那么怎么对待西方文化 使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文化 他想从中心吸取一点经验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一直盛行 由于他教化民众向善 规范社会道德 而受到了中国历代学者的重视 陈寅雀早期研究佛教翻译 看重的是历史文化 这也为他进行历史研究 寻找到了新的途径 柏林大学也有很严谨的学术传统 比方说历史考据学 还有就是那个时代 还有一些自由主义的传统 我想这个对陈寅雀 这个地学是思想和学生方法 都有影响的 从国外求学归来 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期间 陈寅雀在学术上有了新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文化 在世界学术中的地位很高 跟当时中国政治地位 第一下的现实完全相反 因此他明确主张 中国学术应该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中国文化本位 那么这个观点 是陈寅雀文化观里面的核心部分 他始终坚持 就是两种文化整合的时候 必然要有一种文化 作为本体本位 来吸取整合其他的文化 所以陈寅雀就形成一种 以中国文化为本位 去吸取西方文化的那种文化观念 教学中 陈寅雀非常注重培养 学生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 他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其中不乏 陈寅雀 陈寅雀 这样的大师 桃李满天下 对陈寅雀来说 当之无愧 融合了西方文化的陈寅雀 早年的研究方向 多为佛典一本 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和唐以来 中亚和西北外族 与汉民族的交流 在清华国学院 陈寅雀经常与同事们 进行学术的探寻与碰撞 在同事 王国维 梁启超的鼓励下 陈寅雀为中国学术界 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王国维 是中国近现代香蕉时期 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也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 陈寅雀与王国维交往密切 经常进行学术探讨 视彼此为知己 1927年6月2日 王国维在颐和园自臣爵士 清华师生向其一体三鞠躬 唯独陈寅雀行的是三败九寇大礼 王国维辞世一年后 清华大学为他立碑纪念 陈寅雀凯然写下传颂至今的碑文 为此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立千万四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雀在王国维的纪念碑名里边 对他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给予极高的表彰 而且把他扩大 说一个人智学 就是所谓士 就是知识分子 一定要脱离开 俗地的桎 不受这些枷锁的控制 脱离开这些俗地的桎 真理才能够得到发扬 所以在面对他的经历当中 自由是最主要的 学者的自由 独立的精神 是他在学术上才有真正的创获 然而 二十世纪初业的中国 注定是不平静的 一九三二年九月 日本宪兵在辽宁府顺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 三千多人惨遭杀戮 也就是从那时起 陈寅雀谢绝了一切社交 也不再穿西装 中年穿着长衫 这一习惯一直保留到他去世 一九三七年 北平沦陷后 陈寅雀所在的清华大学 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一起转移到云南昆明 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西迁昆明不久 陈寅雀就遇到了一件 令他感到意外 且很难抉择的事情 早在一九三五年 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的汉学教授 苏维莲去世 于是 牛津大学便在世界各地 物色汉学教授 最后 他们注意到了中国学者 陈寅雀 因为陈寅雀的学问是相对比较窄的学问 对不对 在西方社会里 一般的人是不可关心这些学问的 当然有些顶尖的学者 他是关心的 比如薄熙和对他很赞赏 薄熙和这个人是法国的汉学大师 他对陈寅雀非常赞赏 陈寅雀到牛津去任教 薄熙和是支持者之一 还有戴明威 戴明威是法国的灯煌学大家 经多位权威人士的推荐 和牛津大学严苛的审查后 一九三九年初 英国牛津大学 向陈寅雀正式发出聘书 聘请他为该校汉学教授 牛津大学在信中特意写明 陈寅雀是牛津大学建校三百余年来 首次聘请的第一位中国人 专职教授 聘书的到来 让得知这一消息的国内学者 无不为陈寅雀感到骄傲 但是陈寅雀对于赴牛津任教一事 却比较犹豫 当时牛津大学那个奖就 给他的那个薪水 不是很宽裕 如果把家赚带去的话 所费用也比较高 所以他不是很想去 但是当时中国驻英大使 以及他的好朋友傅西宁都主张他去 那么他也想到 因为他的妇人 新疆病是留在香港没有跟他一起到昆明的 那么如果去英国教书的话 他把他带去就可以在一起 就同意就去了 1939年9月 在前往牛津大学任教途中 由于香港到欧洲的轮船全部停航 陈寅雀只好暂停香港 并在港大教书 去牛津任教的计划也随之搁浅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陈寅雀的史学研究发生了第一次转向 到港大以后 陈寅雀开始进行魏晋和隋唐的中古史研究 并撰写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两部著作在他的学术生涯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这两本书的写作 可能跟他要到英国去 就任牛津匠大学教授的这个愿望有关系 这两本书如果从学术形式上是很传统的 但是从他的问题意识来说是非常现代的 因为传统的史学讨论问题都是 这个民军昏君忠臣兼臣 这个正统检卫 他讨论的不是这问题 他讨论都是种族文化 各种制度的这个演变 就是有很宏观的视野 问题意识也是很 只有现代西方人也感兴趣 中国的一般的传统学者 也不太涉猎了这些问题 所以它是很现代的 继《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后 陈寅却又撰写了《袁白诗间证稿》一书 这几本书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古史研究中的第一位 并为中国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史学研究的新范诗 《袁白诗见证稿》容易被误认为是一部文学史的考证著作 其实不是 它以袁白的诗作为资源来考证唐代的文学历史 准确的来讲 《袁白诗见证稿》是唐代文化史的著作 他们唐代的知识分子的状况 社会的风险习惯 唐代长安的各种状况 在这书里都有很细致的考证是去呈现 在国际汉学界最具影响的《剑桥中国史》一书中 曾这样评价陈寅却 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 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却所出的 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 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 严谨和令人信服 陈寅却一生不问政治 长期致力于著书 育人和史学研究工作 他对魏晋南北朝史 隋唐史 唐代和清代文学 以及佛教典籍的研究尤其深入 被尊为一代史学宗师 他信奉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更是成为后人的精神信仰 出身于宣赫之家的陈寅却 内心始终保留着氏的底色 他虽然没有从政 但天下新王 却是他一生的忧患 1940年3月24日 从香港回到昆明西南联大半年之久的陈寅却 突然飞往重庆 参与一件人事任命的投票活动 以前从不获问政事 或卷入人事纠纷的陈寅却 为何这次却格外热心呢 原来这一年的3月5日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逝世 谁来继任院长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为了给中国学术界 推选一个合适的领军人物 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学术的独立 陈寅却毫不掩饰地对傅思年说 他此次重庆之行的目的 只是为了投胡适一票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和开拓者 是从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 在美国学习七年后 获哲学博士学位 胡适回国后 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时 林芳26岁 经投票选举 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候选人 是胡适 温文浩和朱家华三人 而陈寅却为坚持学术独立 学术自由 而仗义直言 所显示出的学术风骨 为学人们所称道 1944年冬天的一个早晨 成都的清晨 雾浓阴冷 陈寅却呼觉眼前一片漆黑 周遭的景物瞬间离他而去 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 竟是打发大女儿陈琉球 赶紧去通知学生 今天上不了课了 早年已有一只眼睛失明的陈寅却 现在另一只眼睛又被诊断为视网膜玻璃 虽然做了手术 却已经无法复明 这对于一位学者来说 无异于致命的打击 陈寅却也濒临崩溃的边缘 面对陈寅却的现状 比他更痛心的是他的妻子唐云 唐云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 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 曾是徐广平的老师 唐云的祖父唐景松 是清朝同志四年近世 也是清朝在台湾的最后一任巡抚 与陈寅却结婚后 唐云就默默地退居家庭 甘当家庭主妇 一生都笑容在丈夫的光环里 很少有人知道 他与陈寅却的结缘颇为传奇 1926年 陈寅却任教清华时 已经36岁 却还未成家 也没有任何恋爱经历 父亲陈三丽好言催促无果后 严厉警告说 你若再不娶 我这个做父亲的 就要帮你下聘了 陈寅却只好请求父亲 宽限时日 一次闲谈中 陈寅却的同事偶然提到 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 看到墙上悬挂的师傅 莫为署名男助生 陈寅却略显吃惊 陈寅一会儿说 此人定是贯阳唐公警松的孙女 我要去登门拜访 而正是这次拜访 促成了陈寅却与唐云 相濡以沫的一生 她的女儿啊 在一个回忆录 叫也是欢乐也是愁 这里边她就提到这么一个细节 就说陈寅却曾经跟她的女儿说 就说在家里啊 你们可以不尊重我 但是你们呢 必须的尊重你们的母亲 因为你们的母亲 是咱们家的主性骨 没有她就没有我们全家 从不表露儿女情长 一心指向智学的陈寅却 此时温暖的形象 深深印在了孩子们心里面 因为妻子唐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医生建议 心脏病人最好居住在南方暖和的地方 于是 已经花甲之年的陈寅却 携妻女前往岭南大学任教 1949年1月19日 陈寅却一家乘坐的海轮 邱锦浩停靠在广州黄埔港 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旭经 派学校的小轮船将他们接到学校北门码头 岭南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 创办时间比清华还要早 校园里绿树葱龙 建筑别有风貌 但如此美景 双目失明的陈寅却已经无法看到 此时的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五年 中山大学的陈寅却故居可能是校园里最安静的地方了 草地和树木将来往行人远远隔开 要想走进来 必须要经过那条狭长灰白的陈寅却小道 由于陈寅却残存的势力 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 逃住便派人在院子里 修了一条白色涌道 使他在散步时不致跌倒 故居二楼西面的大阳台 是陈寅却当年授课的教室 从1953年到1958年 这里就是陈寅却最后的课堂 陈寅却晚年的代表作 《论再生源》《柳如是别传》等 就是在这作故居完成的 这两部著作成为陈寅却第二次学术转向的代表 也因此招来各界对陈寅却学术研究的诸多疑问 为何偏偏要为一个妓女作传 柳如是 是活动于明清更替之际的著名歌迹才女 她个性坚强 破例其伪 论文学和艺术才华 被称为秦淮八雁之首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 柳如是不过是个烟花女子 但陈寅却研究发现 一个以门卖笑的弱女子 在明清交替之际竟然比无耻男儿更看住家国大义 于是陈寅却便生出了借柳如是这个奇女子的故事 把明末清出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的想法 陈寅却这部书在史学上来讲 他不仅仅是给一个曾经是妓女出身的这样的人来立传 其实他写的是明清文化痛史 是写的明清文化史 这里边写了众多的人物 也写了政治的变迁 也写了文化的变迁 陈寅却笔下的柳如是别传 却并非一部文学作品 他的行文非常特别 几乎全是由一个个细致的考证组成 毫无文学的渲染 名似艳艳 实为刻板 名曰传记 实则考证 这部书共85万字 陈寅却从64岁写到74岁 整整耗费了十年的时间 1969年10月7日 已经卧床不起的陈寅却 骤发肠梗阻麻痹去世 生死相随 生命相依 陈寅却去世后 妻子唐云平静地料理完他的后事 于1969年11月21日 心脏病复发 追随他而去 这一天 距离陈寅却去世45天 1982年2月 由蒋天书先生 为骑师整理的文稿 《陈寅却文集》 全套共七种九册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齐 这部作品 遵照陈寅却生前的遗愿 保持繁体字 数牌出版 陈寅却以他一生的实践 实现了他一直滋滋以求的 一筐当事之学风 世人以准则的智学理想 而在陈寅却的墓碑上 同样撰刻着他写给王国维的碑文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